配合特殊教育109课程 纲要艺术生活领域 促进教师将艺术媒材 运用在教学活动中 国立花联特殊教育学校 齐好的上午特别举办了 心理新视野疗愈系 手作使用研习 吸引了花联县内 多位国小高中职的教师 前来参加 期盼透过艺术媒材的运用 落实同时协助在特殊教育学生的教学活动 配合特殊教育109年课程纲要 艺术生活领域 促进教师将艺术媒材 运用于教学活动 国立花联特殊教育学校 7日上午 举办心理新视野 疗愈系手作使用研习 邀请专业讲师 带来扩相识的手作应用课程 吸引县内许多教师前来 来自我们花联区的高中直端 相关辅导老师 或是特教老师 在平时辅导工作上面 会接触到来自班级里面的学生 需要在一些教学技巧 或是辅导资能上面 运用我们扩相识的技能 可以带来我们的辅导工作上面的提升 让学生能够在其中 得到很多疗愈的心情的疏解 这个部分呢 可以让老师跟学生 在辅导工作上面有很多的成长 期盼透过课程 提升教师教学相关的工作能力 未来将艺术媒材 应用于教学活动 协助特殊教育学生 进行视觉心向的创造性艺术表达 自我了解及改善社交技巧 提升学习动机 行为管理情绪控制和问题解决的能力 会提供身心障碍学生多重感官刺激环境 花莲特教或教育部补助 也设立了花莲地区第一间多感官教室 那我们透过多感官的教室 可以在里面呢 有不管是视觉 听觉 或是气味 还有这个肢体动作 各方面的多感官的刺激 那他们在其中呢 有充分的很多 比较现代 我们结合科技的部分的运用 那我们的孩子在里面呢 可以用他多感官的 互动 就是接受刺激跟回应的部分 让他们可以借由这样的设备 然后达到他疏解他的情绪 或是提升他的学习动力 然后以及他的专注力 那这个部分会对于我们老师在教学方面 可以提升很多的教学效果 未来将于学生个别需求设计多感官课程 并与县内国中小学合作 让更多学生受益 记者长邦彦只要一张报导 找到我一张报导 请后iri的发表 明天我们的设备 并尾